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分享的是 学生情人林翠 与首任丈夫文艺导演秦剑间 摊在媒体舆论下的感情离合 相差10岁的林翠与秦剑 是1950-1960年代影坛 最富知名度的目前家幕后银色夫妻 一个是票房号召力的一线女星 一个是常年盘踞卖座榜单的金牌导演 一眼一导各有擅长各领风骚 恋爱人尽皆知 结婚轰动港台 蜜月环游全球 夫妇同住自购自荐的青山别墅 婚后一年带下儿子陈山和 一家三口和乐幸福 夫妻同行 儿子可爱 报章杂志不时刊出林翠美好的家庭生活 直到1966年 双方爆出分居消息 曾经美好的神仙眷侣 顿时成了回不去的悲欢离合 吃瓜群众好奇各种从何到离的原味 最终化为一本 林翠秦健婚变的原原本本 从头至尾 将两人姻缘彻底爬梳一遍 林翠秦健结识于拍摄女儿星期间 当时林翠是初入影坛方黎时期的新人 秦健为少年得知的粤语文艺片导演 面对上午荧幕经验的林翠 秦健是无所不知的导师 处处细心指导提点 不就萌生有达以上的情谊 尽管偶有口角甚至短暂分手 但都自然而然的和好 走红的林翠身判不乏追求者 但秦健追得紧 秦书攻势密集 旁人即使有心也难插手 秦健紧迫盯人的追求意识 圈内人不仅知之甚响 有的还曾参与 其中也包括光益制片和建业 他描述 秦健当初来新加坡拍戏时 正与林翠热恋 每日总有一封信寄往香港 而这封信就是我经手寄出的 他当时还限定我不能投入油桶 而要到油桶季 因为油桶有限定收件时间 油桶则叫直接 秦健的热烈追求 林翠的工作伙伴同样看在眼里 四千斤配乐的音乐家齐湘棠 便曾以剑舞歌的歌词 左一剑右一剑 调侃演唱者林翠 齐湘棠描述林翠当下反应 他当然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焉然一笑而别 交往七年间 秦健多次向林翠提出求婚 只是碍于当时林翠不能结婚的合约限制 以及女方双亲持反对意见 才又延宕几年 随着林翠于1958年 与电茂签订的新约 取消婚姻限制 与秦健的婚事已无实之阻碍 1959年中 陆续传出两人即将结婚的消息 鉴于当时国共对立的秦氏 秦健作为立场亲中共政权的中联一员 与隶属亲台湾国民政府自由总会的林翠 自面临左右为难的处境 秦健当时被国民政府划入富肥引人 指导作品包括红线女代表作《慈母类》 林翠的处女作《女儿心》等 右转而期盼秦健气暗投明投奔自由 林翠受访时谈到即将缔结连理的左派引人秦健 也是为他怀侠澄清 他只是对电影有兴趣 只是个生意人 他不会有政治立场的 报上说秦健争取我 实在并无其事 林翠夸赞秦健是位能干忠厚的生意人 对自己来台拍片庆祝双十皆无意义 尽管追求者众 多年来的正盘男友始终是秦健 林翠分析各种缘由 坦言爱情是不可思议的 酝酿多年才决定共组家庭 1959年9月26日 23岁的林翠与33岁的秦健 与九龙尖沙嘴七弦道南 玫瑰堂举行天主教仪式 婚礼现场灌溉云集 电冒同事几乎全员到齐 隔日两人乘轮船赴欧洲 展开长达160日的环游蜜月旅行 途经法国、意大利、西德、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 再转往美国、日本、新加坡 近身人气 林翠一如先前想法继续演艺工作 没有丁点婚后洗影的意思 她表示 生孩子和演戏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家庭生活可以助长一个演员的生活经验 对比持续在国语影坛发光的妻子 秦健则跨足国粤语片 是文艺片种数一数二的卖座名导 1964年 38岁的秦健在联邦主事者沙蓉峰 介绍下加入亲台湾的自由总会 而后加盟少使 关于她的左派一律才告解除 我想我如今是比婚前懂事曲多了 而且我认为我如今应该做个大人了 1966年初 为原野游龙来台取景的林翠 言谈间尽是妈妈精 即使身处外地工作繁忙 最挂念的依旧是留在香港的丈夫情建与儿子山河 同年底参与少使蒋公祝寿团的秦健 首度造访宝岛 顺道治疗肠胃不适 与轻度精神衰弱导致的失眠问题 留院整治期间 林翠专程来台探视 夫妻感情依旧 数月后的1967年初 林翠独自前往英国 探视在伦敦就读护士学校的包妹曾祁琳 貌似单纯的私人旅行 实际却预告与秦健婚姻告急的现实 返岗后 两人以性情不合为由 深情分居 静静千字的秦健心里明白 今日种种皆源于自己的坚强笃性 实际上 婚前林翠与经常陪伴男友到马场消遣 对比输赢不过数百港币的女方 一直千金的秦健早非玩票性质 婚后她依旧沉迷辞到 朋友劝秦健为家庭和睦 接受妻子意见借除顾及 但她行为依旧 林翠曾私下向友人埋怨 秦健赌博输掉的数字很大 不但结婚的新居青山别墅卖掉 连我的积蓄也输光 夫妻关心因秦健赌博而冲突日增 林翠自觉长此下去 经济将永远结局 指得忍痛结束婚姻 时间回到林翠自港复姻探亲当日 秦健与儿子山河在机场为妻子送行 双方表现依旧亲密 其实两人当时已决定分居 种种表现仅是林翠未免婚变一事冲击票房 而请托丈夫前来演出一场温馨送别戏 没想到林翠人还在伦敦 实情已遭秦健河畔拖出 试图透过舆论压力 挽回被赌消磨殆尽的婚姻 为证实所言不虚 秦健公开林翠写给她的平安信 文中蕴含 夫妻关心名存实亡的信息 你进来情绪好吗 不要忘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的 做人要争气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甚至于知己 因为对于电影 你我都有同样的兴趣 虽然我们俩的性格一直都是不合的 说实在话 我真的由衷希望能和你做成好朋友 林翠称希望与情见是好朋友知己 原下之一及两人已非夫妻 激进实锤的离婚报道 虽令尚在异乡的林翠猝不及防 却也让她下定决心 林翠回港后两日 随即致电丈夫 约在律师事务所签署分居协议 当时香港法律为分居三年方可离婚 太子道的大厦住宅归情见所有 租与他人的物业则属林翠 独子陈山河以两年为单位轮流抚养 教育费由父亲全权负担 知心内情者认为情见尽管不舍 但也明白大事已去 勉强只是徒增彼此痛苦 便无意义同意 别于御御管欢的情见 灰丹的林翠并不寂寞 除去半真半假的陈后现贤 小林翠八岁的武侠猩猩王羽 更是追的猛烈 直言与林翠有很好的友谊 1968年1月 王羽不带记者旁敲侧击 单刀直入宣誓 我跟林翠决定两年以后结婚 站稳林翠丈夫与山河父亲的角色 因为时间相近 外界常将王羽视为 拆散林翠秦健婚姻的黑手 他坦然解释 他们几年前就已经感情破裂 等到决定分手时 刚好我凑上去背了这纸黑锅 至于秦健 眼见林翠过得丰富滋润 口头宽容大度 精神却难也落寞 拍摄文艺悲剧《碧海青天夜夜星》 相思和盼期间 便多次不听劝告休息 导致过劳晕倒 或许是未饱复合的一线生机 秦健不仅不愿撕破脸 更常借儿子为由嘘寒问暖 对于与秦健分手的原因 林翠从头至尾都表明是性格不合 林翠乐观大度 虽也会迷茫难受 但总会往好处想 秦健则将得失看得很重 不保重身体亦自暴自弃 自英国寄给秦健的信中 字字句句都是鼓励 没有定点指责或埋怨 无奈丈夫都是表面上答应 之后却又固态附谋 林翠感慨道 我想你为什么不学学我 我知道我不能要你像我 看开一点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自己身体不好 会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信心和兴趣 像林黛李廷一死了之 又怎样呢 我们应该理智一点 做人做事更应该争弃 无奈的是 林翠悉尽能看开一点 切莫一死了之的秦健 最终仍选择自强 1969年6月中 43岁的秦健在邵市影层宿舍 不用大量安眠药后投还 尚未办妥离婚且已刚诞下女儿的林翠 与同居人王宇自是议论中心 舆论普遍认为秦便使秦健 虚弱的身心再受重创 尽管秦健内向不常向人诉苦 但身体越来越坏却是事实 与林翠分手后 秦健不是在宿舍看书读剧本 就是在片场工作 也未尝试结交女性朋友 秦健去世后 媒体一面倒同情逝者 详列他为情报受数十磅 严重失眠贫血 心神不宁 情绪不稳 身体缠弱 举步维艰 长期依靠安眠药入睡 甚至罹患严重的精神疾病 等等后遗症 只要看看他的背影 我心里就舒服了 分居其间 秦健仍期盼妻子回心转意 无奈林翠对他心灰意冷 与王与感情稳定 两人互动仅靠儿子维系 秦健曾耳闻有人暗奉 因赌背负拒债的他 不够资格做父亲 致使心存愧疚耿于怀 妹妹与儿子见面后 都觉得痛苦异常 在房内痛喊山和姓名乱摔东西 为姐忧郁空虚 她更加纵情马金 虽然当时少事给予的年薪 达12万港币 额外剧本酬劳1万港币 当时一名普通文员 年薪3000港币 但如此挥霍豪赌根本不够 入不敷出的情形越演越烈 就是令亲人感伤 闻者感慨的结局 随着秦健的离世 与林翠的婚姻也正式告终 坦白说 若非林翠如自己所言的看开一点 以当时舆论一面倒得很近 就是不懦弱的人 亦不一定能扛得过去 眼看她起猪楼 眼看她宴宾客 眼看她楼塌了 1959年9月那场红星与明岛的世纪婚礼 堪称该年最受瞩目的影圈盛世 无奈人人称献的导演 因缘悲剧收场 即使是旁观者也不免窥探 作品处处展露纯情主义的情建 对林翠对儿子的爱无庸置疑 却也无法克制常年依赖的恶习 感情与独影间的纠葛拉扯 渐渐磨去她引以为傲的才气与才华 从而失去对人生的盼望和期许 当时我觉得是真爱 很多人说以为我是报恩 其实我不是 1994年林翠受访时 谈到与情建的婚姻 坦言被爱过也爱过人 两人有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直到后来发生改变 朋友们衷心期待 她俩总有一天 拨云雾见青天喜剧收场 林翠情建婚变的原原本本末了 仍希望婚变只是虚惊一场 不过真实人生不比戏剧 没有纯然喜 亦无纯然悲 而是一场得看开一点的悲喜剧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